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遇到了远房亲戚曹佩生 产生了婚外情 胡适想跟曹佩生一起生活 回家跟太太江东秀提出离婚 江东秀呢 义无反顾地捍卫自己的婚姻 胡适呢 不仅打下了离婚的念头 还落下个怕太太的美名 是 其实胡适本人也毫不忌讳地承认这一点 胡适呢 喜欢讲笑话 尤其是讲怕老婆的笑话 在对有家世的男人这个角色上呢 胡适有三从四德的说法 什么 男人也有三从四德啊 是啊 你听听胡适怎么说啊 嗯 他说 太太出门要跟从 太太命令要服从 太太说错话要盲从 太太化妆要等得 太太生日要记得 太太打骂要忍得 太太花钱要舍得 这么个三从四德呀 胡适挺幽默的 是 胡适说呢 如果能做到以上的三从四德 一定会家庭幸福美满 其实江东秀除了做不到和丈夫 在学问上有交流和沟通之外呢 还算得上是一位称职的太太 他在生活上呢 对胡适照顾的是非常的好 晚年的时候呢 胡适身体很差 幸好有江东秀 在他身边悉心的照顾 后来呢 他们的朋友发现 老年的胡适和江东秀呢 真的成了一对非常恩爱的伴侣 是啊 少年夫妻老来伴嘛 嗯 没错 虽然跟太太闹离婚那段时间 胡适在感情上受到了挫折呢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 对时局的关注 胡适在美国呢 受到过西方民主社会的熏陶 所以民主意识非常强 他认为蒋介石不懂民主 所以总是质疑国民党 什么时候才能有宪法 而且还不断的写文章 讲人权的话题 在1930年呢 胡适和梁时秋 罗隆基一起合作写了一本书 叫人权论集 人权论集这本书呢 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了 对争取言论自由的人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胡适在序言里说的那些话呢 现在读起来还非常的让人感动 是吗 是 序言里边这么说的 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 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 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 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 我们骨头烧成灰 终究是中国人 实在不忍袖手旁观 我们明知 小小的翅膀上 低下的水点 未必能救火 我们不过是 尽我们的一点 微弱的力量 减少良心上的 一点谴责而已 嗯 他说的很实在 是 其实香美你不知道 因为书里头有些言论 当时比较激烈嘛 所以呢 这本人权论集 在当时还遭到了 国民党政府的查禁 那胡适有没有停止 批评政府的 没有 胡适继续对蒋介石 进行激烈的批评 他认为呢 蒋介石不懂民主 不懂宪法 他把自己的这些批评意见 全部都登在 创办的新月杂志上 当然了 这本新月杂志 最后也是被查禁了 尽管人权论集 和新月刊物 相继被查禁 胡适的声望呢 却是越来越高 还有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虽然胡适总批评蒋介石 但是呢 蒋介石照样 非常欣赏胡适 而且两个人呢 后来还有了 很多次的合作 嗯 挺有意思的 是 因为蒋介石明白呢 一个健康的政权 需要有这些 有识之士的人 来提意见 需要不同的声音 帮助他实现 总理孙中山的遗愿 这样呢 国家才会有希望 其实现在看起来呢 胡适他们提出的建议 虽然有点激进 但是呢 确实是在参考西方 民主社会的样子 构建了后来像台湾那样 民主社会的一个 大致的轮廓 嗯 蒋介石真大度啊 是 这也是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嘛 在1937年7月呢 卢沟桥事变爆发 面对日本全面发动 亲华战争 胡适还是选择跟蒋介石 站在一个阵线上 胡适这个人呢 生来不喜欢政治 也不喜欢做官 但是呢 他在国家危难的时候 怀着对国家的责任 终于也走到了政治 和外交的前沿 胡适也很生命大义 是 其实在抗战之初呢 胡适还是个主合派 他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调节 尽量避免跟日本正面交战 因为当时从中日军事实力来看呢 确实相差太悬殊 而且当时中国还没有海军 所以胡适认为呢 中国局势的逆转 只能寄希望于 在一个很远的将来 日本称霸世界的举动 激怒英美 那时候呢 中国翻身的机会才能到来 不过在813上海战事发生以后呢 中国守军拼死抵抗 战事硬是持续了一个多月 非常的悲壮 这让胡适呢 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态度 觉得作为一名中国人 确实应当承担起抵抗侵略的责任 是 国难当头 匹夫有责吗 就是 当时呢 是在1937年 那时候呢 蒋介石已经制定了 对日军的作战计划 准备用持久战 拖垮日本 蒋介石明白 光靠中国自己 抗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必须得到英美等国家的 支援和帮助 蒋介石想来想去呢 论个人能力和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来看呢 胡适是最合适的人选 所以呢 蒋介石决定派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 出访欧美 胡适接受这个指派了吗 胡适一开始呢 也是非常情绪化的准备拒绝 他的理由是呢 战争已经很急 我不愿意离开南京 我愿与南京共存亡 可是后来呢 他的学生傅斯年登门苦劝 说如果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 我就要去了 为了抗日 说到这儿呢 傅斯年也忍不住洒下了男儿泪 胡适呢 当时也是深受感动 所以决定奉命成行 当时呢 松户抗战也是给胡适壮了胆 他的底气呢 也比以前硬是多了 临行前 他对前来送别的汪精卫 高宗武 还有陶西盛等人说 我已不再祈求和平 这一个月的作战 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 对内表示我们肯打 这就是大收获 看来胡适真的转变了 是 1937年9月 胡适背负着重托飞往美国 飞机刚刚降落在旧金山机场呢 他直接就去了大中华戏院 发表演讲 算盘要打最如意的算盘 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 这个演讲呢 也表明了他对抗日战争的清醒认识 这之后的9月29号 在联邦俱乐部 胡适发表了题为 中国能赢吗 的演说 在30号呢 他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 做午餐演说 他又连夜草拟英语广播演说稿 准备在哥伦比亚电台 向全美广播 胡适的行动力很强啊 是 不过胡适没有想到呢 当稿子交给哥伦比亚电台的时候 电台以演讲稿里边 有批评美国中立政策 太鲜明的措辞 所以提出异议 要求重新修改 那胡适改了吗 没有 当时胡适非常的生气 他毫不妥协的回答 宁可取消广播 也不能修改 没想到呢 这一发火 电台反倒客气起来 答应仍然照原稿演说 当晚呢 胡适在电台 对全美做英语广播 题目是 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于美国的期望 这篇演说呢 婉转批评美国的绥靖政策 播出以后呢 确实使一些事不关己的美国人 感到非常汗颜 他是怎么说的 他是这么说的 虽然对于贵国人民 希望能置身战争之外的愿望 我完全理解 可是我不免有个想法 那就是 仅靠消极的绥靖政策 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作为后盾 绝对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 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 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 实际积极的领导者 一个阻止战争 遏制侵略 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 促成集体安全 促使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 那美国政府有什么反应呢 有啊 胡适到达华盛顿以后呢 和王正廷大使呢 一起去拜访罗斯福总统 当时总统罗斯福呢 非常关切的询问中国的战局 他说 你们中国军队能不能坚持到明年春天 胡适呢 当时是坚定的回答说 尊敬的总统先生 我们中国军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但是同时我们很需要美国的支持 我想 总统先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 那罗斯福怎么回应的呢 罗斯福呢 表示理解胡适的心情 不过呢 当时美国所奉行的是中立主义政策 这也确实让罗斯福呢 难以做出选择 临别的时候呢 罗斯福紧紧的握着胡适的手 跟他说 不要着急 我们会想出办法帮助你们 自从到美国任职以后呢 胡适的演讲游说的努力是一直没有中断 到第二年七月呢 他已经走遍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各大城市 到处会见各方的知名人士 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 而且呢 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 当时呢 胡适为国家奔走 需要很多经费开支了 但是呢 他从来不乱花一分钱 据同行的张忠福回忆呢 他们到美国以后 凡事节俭 住最便宜的旅馆 胡适还主动提出自己不拿月薪 胡适当时是谢绝了英美几家大学的高薪聘请 而且放弃了许多娱乐活动 日夜的奔波 他是在跟他的祖国同干共苦啊 是 1938年的七月呢 胡适结束了在美国的活动 前往英国和法国游说 就在胡适正在巴黎游说的时候呢 他收到纽约转来的一封电报 在电报里边呢 蒋介石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 取代即将卸任的王正乃 大家知道呢 胡适是一个自由派的学者 终生无党无派 特立独行惯了 而且呢 他早年说过 不愿为官 做特使呢 只是一个比较特殊时期 配合民国政府的奉献行为 可是呢 做大使就不一样了 那是明确的正式政府官员 可是呢 在这个国家危难之际 胡适的能力呢 也是确实成了最合适的大使这个人选 这一次呢 胡适是一下子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确实难难 嗯 接受任命吧 违背自己的诺言 不接受呢 又是国难当头 就是啊 这时候呢 他的好友 驻法大使顾维军 还有驻英大使郭泰奇 都相继来电 劝说胡适接受委任 行政院长孔祥熙呢 也是打来电报劝说 整整一个星期 胡适都在犹豫不决中度过 他的心情非常烦乱 整夜整夜的失眠 不过到7月26号呢 他终于做出了决定 什么决定啊 他同意了 对 胡适呢 决定临危受命 他在日记里边写道呢 半夜后始决定 此时孔无法辞谢 既不能辞 不如身头一刀 为爽快 故最后修改电文 为接受此事 电文怎么说的 这封电报说呢 国家既此危难 有所驱策 我何敢辞 唯自审二十余年 闲散已惯 又素无外交经验 深恐不能担负 如此重任 一物国家 故迟疑至今 实感决心受命 胡适在民族存亡的 紧要关头 终于走进了政治领域 担起了救国救民的重任 接下来 他将怎样面对 抗战期间的中美关系呢 好的 听众朋友 这一期的人物百家 著名学者胡适的故事呢 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